今天真的是过得很快啊 郭晶晶怀孕呢 好像还是前两天的新闻 转眼呢 这8月20号的预产期就已经要到了 那和之前的凯特王妃姚晨一样 郭晶晶产子在香港 也在过去的一周呢 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跳起皇后 郭晶晶和香港名门霍奇 刚刚的爱情结晶马上就要出事了 预产期是在20号 而香港的一众传媒也是高度戒备 从上个星期一开始 就每天来到养和医院的门口守候 最新一步的消息 为了能够抢到霍家宝宝的一手新闻 或是照片 媒体记者们近日来都在养和医院门外蹲守 而金刚宝宝的首张照片 已经被香港媒体炒到100万港元 而之前王妃生女儿李嫣时 也不过是50万 可见金刚宝宝在香港媒体眼中 有多么的抢手 与此同时 一些等不及的网友们 还利用电脑软件 自己合成出了金刚宝宝的肖像照 这宁开像不像 由于霍家的豪门背景 金刚宝宝还未出事 性别问题就已经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普通人要生他们也要的一样的 男孩女孩 他们爸爸不得男孩了肯定 那因为香港很多人会觉得说 如果嫁入豪门的话 一定要生到男孩子 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没有生到男孩的话 会不会就一直生下去 正常来说 以我的个人的看法应该会 好了 不管怎么说 重男轻女的思想总是不对的 除了性别之外 身为跳水皇后的孩子 金刚宝宝是否会继承母亲的运动天赋 或是投身跳水事业 也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太辛苦了 因为郭晶晶她从小就是运动员 她自己应该特别了解这里面的辛苦 节目再见 香港报道